它就会接收到 那如果说我现在换一个位置好了 这个换一个 比如说换到三重好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 那特别注意 给它的不能够是GO point 而是要是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location location的话呢 是会到小数点的第六位 OK 那这边的话 一样把它贴上去 那send过去之后 my location overlay也会接收到 所以send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现在位置有没有改了 改了 因为它会马上去触发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话呢 就叫做 这边会实作一个 这个my location overlay 它会实作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叫做roundable 也就是说呢 现在如果坐标改变的话 就会触发这个 一个roundable 然后呢 我就会round 并且呢 去取得什么呢 my location 然后呢 直接把我的坐标 移动到那边去 所以我这边后面已经有 这个我们范例里面 已经有写好了 就会直接移动过去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透过ddms 直接传送给它一个新的坐标 它就会马上移过去 那主要就是透过哪一段 主要是透过这边的这个层次 就是new一个什么呢 my location overlay 然后呢 这边实作一个roundable的一个方法 那里面会实作一个round的这个方法 new一个roundable 然后一个round的方法 我这边的话呢 control就是run的部分呢 设为15 然后呢 移动到我现在的位置去 OK 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部分来产生的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这个 底下有个overlay的item 那这个overlay的item的话呢 实际上顾名思义 就是我的这个项目 那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 直接把项目放进去 你会发现这个应该是在这里 overlay item 因为我这边有个item买overlay 里面就要放什么 overlay的item 就是那个图的项目 那另外呢 因为这个图是必须要画出来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 graphic底下 它套件里面有个drable 里面的drable 就是要把它画出来 那画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 哇 这个地方真的是比较复杂 因为drable里面的话呢 必须取得什么 取得我们内建的一个图档 然后呢 再给marker去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必须要传送一个 一个这个drable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大概了解一下 有这些东西 那后面的部分呢 都是固定的 所以可能各位比较会遇到问题 应该是在这四个类别的 使用方法上面 OK 那我想各位先试着 把这边稍微了解一下 那底下的话 原则上也是先宣告 宣告几个东西 这几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着把这个范列先开启 那如果说你们那个 刚刚的地图无法开启 可能还是要重新再注册一次 我先试着把这个范列先开启 我先试着把这个范列先开启